还有谁会在这个点吃粽子 我应该是第一个吧 在这方面真第一 我也是醉了 Hello everybody 我是你们的男 现在是北京时间 6月14号的凌晨12点05分 我今天要做第一个 祝你们端午安康的人 所以在视频的开头 我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端午不能说快乐 端午要说安康哦 那端午节肯定是要吃粽子的 所以我这边准备了几个粽子 我应该也算是今天端午节 全国第一个吃粽子的人吧 还有谁会在这个点吃粽子 我应该是第一个吧 在这方面真第一 我也是醉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两个是国方粽子 我跟你讲 国方粽子是我心目中 粽子界的白月光 就是在我心目中 它是永远的深 然后这两个是我之前 从广州带回来的 那个广州的粽子 然后这两个的话 这个是台湾的那种大肉粽 然后它还送了一个这个蘸料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鲜肉粽 我们先吃这个广东的粽子 这个是一个西米红豆粽 它那个米用的不是我们平常 一般粽子用的那种糯米 它是西米包的 它这个图感就特别像那种 清巴巴的那个新冰粽 你们看一下内线 它里面用的是红豆 但它不是红豆 它就是那种红豆颗粒 吃好吃的 而且它没有红豆沙粽那么甜 我家贸易到大半夜就不腻 这个豆腐我感觉一定要趁热吃 很多层气管 这个是我自己泡的那个咸奶茶 这个也是广东的那个粽子 它里面的话就是肉馅的了 你们看得出来它除了糯米之外 还会有一些别的这个吗 这个是绿豆 很神奇的这个口感 我看一下里面的馅 那边是咸蛋黄 然后它还会有绿豆沙 有绿豆融 然后有板栗 板栗跟绿豆沙都做成那种沙 融的那种状态 然后 我跟大家讲这个口感神奇在哪里 它是甜咸口的冻子 它外面这层糯米 表面这一层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 反正表面这一层糯米是甜甜的 整个冻子吃的就是甜咸口的 听上去很烟很甜 但是是好吃的 这是肉 它这个种我喜欢 对 我喜欢吃粽子 越肥越好 然后接下来吃我心中的百月光 我们先吃肥肉粽 我觉得粽子就是越肥越好吃 越肥越香 越油越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